这一首洗刷刷让男女老少都记住了花儿乐队 这四个青春无敌的大男孩可是闹腾了去年整个的流行乐坛 刚进入新的一年 在昨天下午呢 他们就带着新专辑来到了海口 要闹响今年夜城流行音乐的第一波 花儿的歌迷统成为花蜜 严重着自己偶像要到家门口开唱了 下午五点半 这群铁杆歌迷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花蜜团 来到美兰机场接近 他们说花儿的歌他们全会唱 花儿的舞他们也都会跳 总之花儿的一切他们都特别了解 花儿乐队友十个成员 主唱是大张伟 吉他首是小宇 贝斯首是郭阳 舞首是王文波 别人他们在台湾都跟大男孩似的 其实贝斯首郭阳都已经结婚了 就在花蜜们垫起脚尖 往出口方向招望时 六点多钟 四名大男孩终于出现了 还是那一身嘻哈的服装 还是那一头鞋式的发型 时光海南众大家好 我们是花蜜团 我是大张伟啊 我是本人比电视好好好 大张伟 然后所以说希望各位海南众都支持我们花蜜团 谢谢各位啊 花儿乐队此次是一抹台爱音乐节目的邀请 携带新章集花蜜请示开客有会来了 花儿表示出了 是将恶搞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的决心 的确在情歌当中的歌谈 读出一句很不容易 更难得的是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们吃出来的 因为张伟的父亲烧了一首好菜 每次去他们家了 我们的减肥计划都失败了 每次像石英语 你看他的脸是越来越圆 每次去张伟他们家创作的时候 这么那么晚 他得吃三碗米饭 所以说去他们 张伟他们家创作 我们还是挺轻松挺开心的 刚下飞机的花儿 但是立马又赶到一家音响店进行牵手活动 看看这歌你的热情就知道 现场有多火爆了 电视记者张倩记者王浩波道